原文再續就書接上一會 那個庫木禪師從莫文使出西門劍法中破劍式 就已經知道莫文已經學了慕容家的武功絕學 加上看到莫文的人品還未算太壞 就想著這本書不如由他保存 不想再跟他為難要的交出來 校長老就說現在有兩個辦法可以對付莫文 一個拍手走以後不要再聊這個狐狸女 第二個辦法就是合幾個人的力 殺了一個狐狸女 把莫容家的武功絕落搶回來 難道這個校長老是變心? 一向他都護著莫文的 你聽我說下去 當時校長老不斷說 說把莫容家的武功絕落搶回來 但後面他說 不過我老乞丐又自問武功不及他 我又怕死 所以我不敢去冒這個險 我又怕死 呼目禎師聽這樣說 阿里陀佛 長老 這個辦法不可取 合我們幾個人的力去傷他 喲 傷人命是有為天理的 哦 這樣不行 難道你老和尚還有更好的辦法? 老奈月人不少略為之人 我仔細觀察過莫姑娘 雖然她出身於繁靜山莊 但是微雨間隱藏著一團正氣和英氣 為人都不且 狡猾而聰明 在人品上 有些是我們正派中人所不及 喲 比如說在照顧莫容家的痴兒那裡 更顯得人心人德 莫文馬上就說 蟬絲你過獎 小女子哪裏及雲女俠方女俠 這麼說義氣啊 莫姑娘 你千萬不要自欠 老奈月人並不是亂公為人的 出街人是不說謊 老奈月人自下山以來 多方打探姑娘的行為 見過了江南一劍公孫師主等人 他們之所說 都正如赫師主所說的一樣 莫姑娘確無雙及無辜 反而出手相救 某方面 比名門正派中人更具有人心人德 莫容家無功絕學 如果落在姑娘手中 老奈月不可為放心 多謝蟬絲你這麼信任小女子 落掌門 你以下如何呢 落正宮就說 蟬絲說得也對 在下從貴北領南一路跟蹤莫姑娘 所見所聞的確如此 莫姑娘劍下所殺之人 都是黑道上的魔頭巨道和任賊 從來沒有殺過一個名門正派 和合意道上的人 不過在大搖山陷家仔 和領南金子哈的時候 殺那些山賊略為多了些 希望姑娘 有可殺可不殺的人當中 盡量小殺些 讓他們有個重新做人的機會 好嗎 是 小女子今後 一定聽落掌門的教導 不敢濫傷人命 教導就不敢 落某只是請姑娘你今後 得搖人處且搖人 是 呼目蟬絲說了 莫姑娘 老納有個不情之請 不知莫姑娘 願不願意聽呢 蟬絲你儘管說吧 慕容家的武功絕學 請姑娘你不要再傳給別人 不知行不行呢 小女子一定做得到 其實說真的 慕容家的武功絕學 小女子並沒有帶在身上 我是床下一個誰都不知道的地方的 哦 那萬一有人 以死傷逼姑娘呢 小女子打死都不會說的 嗯 那老納就放心 莫姑娘 今後有時需要老納相助 莫姑娘儘管出聲 老納定當率少林弟子 相助姑娘 小女子多謝蟬絲了 洛政局都說了 莫姑娘 我坤林派都一樣 有時 你儘管出聲 多謝洛掌門 莫文講完 然後看一看 雲中燕和方圓院又問 如果落了門 你不嫌棄 小女子願意拜雲女俠 方女俠為姐姐 哦 洛政局立刻就問雲中燕 燕兒 怎樣 你不會拒絕 雲中燕 即是笑到見眼不見眼 師父啊 弟子羨慕莫姑娘 只是不敢高攀 現在莫姑娘不嫌棄弟子 弟子求之不得 講完雲中燕 又問方圓院 方女俠 我沒什麼意見 你又怎樣 方圓院就說 我都跟姐姐一樣 我沒意見 洛政局一聽就說 哈哈哈哈 好 好 那你們三個 就對天地結拜金蘭 於是乎雲中燕 方圓院 和莫文立刻就地結拜金蘭 論年紀 雲中燕最大 莫文最小 於是 他們就姐妹相稱 皆人喚起了 但是武林中的事 真的風雲突變 信息萬千 剛才雙方 就逼女森艷 敵對的雙方 轉眼 就易結金蘭 情為姐妹 呼目蟬 才是 嘟嘟嘟嘟嘟笑 哈哈哈哈 善哉善哉 這真是化乾歌為玉白 比老衲想像中更加完美 這陣絕塵師太也合掌便說 善哉善哉 我佛慈悲 但願江湖若能如此美滿 各位施主 請到寒暗小休息一陣 等老來準備些齋飯素食 以何今日武林之喜呢 大家都未說好不好 莫文突然疑惹了一聲 雲中央便問了 三妹 什麼事 她不知為何吳星不響走了 誰走了 黑鷹 人魔星君一聽 馬上一望四周 是呀 不見到黑鷹 就說 我明明還見到她 為何走到眼淚不見了 少掌陸都說 哦 哦 哦 說走就走的 哦 我老乞衣正想揭開她那塊黑布 看看她的樣子生成怎樣 莫文就說 你千萬不要這樣啊 她自己說自己的樣子生好醜 不想被人見的 是嗎 那見又怎樣 見又怎樣我就說不定了 可能她會殺了你滅口 又可能呢 搞到你啞的說不到話 甚至弄盲你的眼睛 等你以後不說得出來 不認得她呀 方圓圓就說了 三妹 不是吧 黑鷹正說還勸你不要亂殺人 她自己怎會這麼殘忍呢 而且呀 我不怕跟你說了 我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她的性格怎樣 一陣又好得人害怕 但一陣就好像很仁慈那樣的 是嗎 三妹 你到現在還沒見過她生的樣子嗎 還沒呀 雲中彥就說了 看來黑鷹的人對你也不錯呀 莫文就說 可以這樣說了 她是個真君子 但她也是為了慕容家的武功絕學 好像哭笑兩位長老那樣 死驚小妹落在陰掌門的手中 這樣才來救我 雲中彥就說了 雲中彥就說了 三妹 不是吧 她剛才說的 對慕容家的武功絕學 不敢興趣 是的 她最近才改變的 以前不是這樣的 不過 我今天才知道 她要慕容家的武功絕學 是同一位武林奇人 自稱千年女鬼的人輸到的 三妹 你也見過這個千年女鬼嗎 見過呀 是一個偶然的機會見過的 三妹 她是甚麼人來的 武功是不是很厲害的 大姐呀 她武功當然厲害了 小妹在她劍下 都不夠十招就輸了 至於她是甚麼人 請兩位姐姐你見諒呀 她曾經吩咐小妹 千萬不要說她出來 小妹就答應了她 所以我現在不敢違背諾言 雲中宴方圓圓聽了之後 心裏面打了她冷陣 連三妹這個這麼厲害的小妹 都不可能在千年女鬼的手下過十招 呵 自己兩個恐怕一招都過不了 唉 深山大野中 隱藏了不少奇人意事 只是自己沒有緣份撞到 好 大家在白雲鵪吃完飯之後 庫木禪師、洛政谷、少長老 和前少編相繼告辭了 臨走之前 庫木禪師就抓著莫文 去到一個靜靜的地方 與眾心長對莫文來說 莫姑娘 我怕你自重 不要辜負上天好生自得 是 小女子不敢看 阿里陀佛 莫容家的武功絕學 落在姑娘手中 恐怕是上天的安排 看來從此武林有行 人間有行 小女子 少長老 少長老 走過來 眲眲眉眼跟著說 噢 妳女啊 我的客人真是很羨慕妳 妳羨慕我做什麼 噢 想不到妳居然得到 枯木禪師和諾角門的垂清 總之如此 我的客人都會偷負 握家的武功絕學 枯木禪師說 老客人 不要炸亂過餅 老衲知道,即使有人得了慕容家的武功絕學,其他武功或許都可以學會,但是西門劍化無論如何都學不會,即使學到其中一些招式,這樣也是沒用的。 是嗎?那麼狐狸女又學會?恐怕是莫姑娘另有其軟,得到一位熟悉西門劍發的高人指點,莫姑娘,你說我說得對嗎? 呼目禅師說到這裏,不但少長老打了一個凸,連莫文也打了一個凸。 呼目禅師見過兩個這樣的表情就說, 努納不會憑空而說。 少長老馬上問莫文, 喂,兩妹呀,是不是這樣? 是啊,好像禅師所講,小女子其實是遇到一位高人, 多得口纯深授,才学到几下招式 其实小女子根本未见过慕容家的绝学 在各位高人教我时,我都不知道她教我的是西门剑法 莫文这样说,让人到枯木蝎丝打到一个突 哦,莫姑娘你从来未见过慕容家的武功绝学 是啊,小女子不敢欺骗蝎丝 姑娘既然不看,你浪费这么大气力要她们做什么呀 小女子的心情,其实跟蝎丝一样 我怕慕容家的武功绝学会落到那些居心叵插的奸险小人手中 会危害武林 而且当时,在名处虎视眈眈的 抛着慕容家的武功绝学的 是四山巨盗和西域圆明阴掌门的人 暗地里面 有一些所谓的名门正派的人 在智竹山庄里面埋手 而当时慕容家的武功很难以对付 所以小女子便用手 将慕容家的武功绝学偷了出来代为保存 加上我都不敢去学秘级上面那些武功 哦 姑娘 你这样做没有风险太大 你都知道了 你经意将自己的生命 置于凶险的刀光剑影之中 随时都会命制都没有的 实不相瞒 小女子一家曾经深受武大俠的大恩 本来希望 这次一来 人类黑白两道上的人 不再可以逼去慕容家的后人 同时都可以保存慕容家的武功绝学 嗯 呼目禅师听后 以一种很敬佩的目光 重新看一次莫文 就算一向换世不公的一见少长老 都不敢改容相试了 呼目禅师合十插手地说 阿里陀佛 莫姑娘的行为和用心令人敬佩 阿里陀佛说 有什么因就结什么果 看来姑娘得与其缘 皆因大仁大义大用所报 小长老就说了 哼 我老乞一生真是没有真正佩服过人 唯独佩服姑娘你了 古人说 受人滴水之恩当永存相报 老乞一以为 世人根本没有谁做得到这一样 能够知恩淘宝的经验很好 何必永存相报 哈 今天所见 姑娘你何止是永存 你直接永远的姑娘身上的血 两位前辈你这样说 小女子怎么受得起 我只是尽心尽力 今天那边 洛政谷和云中燕 和人魔星君 绝尘师大力聊了一会儿之后 洛政谷就问了 潜尸呀 我们走得了吗 哦 走得了 洛政谷就吩咐云中燕 陪着方圆远回恒山 然后再次向绝尘师太告辞 最后就和夫沐沉思 少长老两个一齐就走了 但后云中燕方圆远都相相告辞 莫文不舍得我问了 大姐二姐 为什么不和小妹多相聚一夜呢 方圆远就说了 三妹 你怕我们以后没有相聚的日子吗 我之所以急着回恒山 就要将今日的时向师傅品名 写到恒山派 日后不再和三妹为难了嘛 怎么知道 云中燕少咪咪咪说了 你听她说了 你二姐和上冠林少俠 在岳阳楼有约会呀 莫文就说 哦是啊 那我就不敢留姐姐了 方圆远对着云中燕说 你真是坏的你 你胡说 谁和她相约啊 莫文就说 二姐呀 其实上冠林少俠的为人都挺好啊 如果你喜欢她 就大大方方咯 怕什么人家说呢 你这个四妹丁呀 人世鬼大 我不跟你说啦 方圆远不停说而已 心里面是甜的哒糖 好了 云中燕方圆远就终之走了 莫文见到他们两人走了 心里面即时好像若有所失似的 的确 莫文自从被凡正山庄驱逐出师门之后 他人其实几凄凄 他想到自己父母早死 一个人在江湖上 可以说举目无亲 现在却能和云中燕方圆远结为姐妹 但是现在他们又走了 到底有个痴儿在身边 而为了保护痴儿 又来不及其他东西 但是现在痴儿不在身边 刚刚结议的两位姐姐又扯了 这种空虚惆怅就明显起来 莫文这次出来的目的就想端了一个恒山派 但是现在恒山派就被阴掌门的人扮成自己 就端了 看来自己没必要再去恒山了 莫文跟着用手指计日子 咦 那应该回到时嘉大院见智儿了 因为当初约定一段日子就要回去的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不回去了 这个痴儿在时嘉大院 又不会搞出什么东瓜豆腐了 万一他不听 第一自己走出来找我 那不就很危险 咦 如果痴儿不是自己的夫妻 他将痴儿交给金帮主他们 就完全心安理得 无牵无挂 都算是对得住武大俠的后人 但是现在的痴儿呢 是自己名分上的夫妻 就不可能把自己的夫妻 放给人家照顾的嘛 都是时候回去谈谈他最是的 何况现在少林 乞丐帮昆仑 华山四大派呢 消除了对自己的误会 再不会和自己为敌 阴掌门的闭眼教主 大伤而讨 阴掌门被金帮这样骂呢 元气大伤 这段时间恐怕 都不敢和自己有什么正面冲突了 趁着这个时候 其实真的应该回去探讨个痴儿了 好了 莫文想到这里 抓住主意就要走了 走就要和这里的主人打个招呼 于是他就向仁莫姓君 绝尘师太一一告辞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